好 剛剛有人在討論說 到底錢從哪裡來呢 張天師就有說 少買一點武器 不是就有錢了嗎 但是說到錢的問題 我們持續要帶大家 來做後續追蹤的 就是超私 超私這個資本額 只有50萬的 這個業者 竟然可以進口 這麼多的蛋 從巴西 然後最後得到 1億元的補貼 這當中呢 大家都覺得背後一定有鬼 我們把這個時間表 整理出來給大家好好來看看 在這個超私 他2月4號的時候 申請停業 但是沒有想到 3月2號 他就火速的申請復業了 結果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之後 經濟部的國貿局 就召開進口蛋商的 條件說明會 好 緊接著呢 農委會也召開了一場 說明會 但是呢 在3月15號 陳吉仲就宣布了 由於缺蛋的關係 將要從巴西進口蛋 好 但是呢 5月23號 巴西爆發了情流感呢 大家就覺得說 哎 那你怎麼還要從巴西進口蛋呢 到底該怎麼辦 6月28號 農委會告訴大家了 巴西雖然是情流感的疫區 但是特別說明 在本聲明生效之前 已經裝上船的 或是裝上飛機 運到我國的動物 或是動物產品 不在此限 好 換句話說 現在引發大家質疑的是 你公告疫區的時間點慢了半拍 是不是就會等這個超私的蛋 先裝上船呢 我們來看到 現在引發各界的質疑哦 包含了農委會公告的時間 跟巴西宣布情流感的時間 非常非常的湊巧 看得出來 感覺就讓人覺得說 你是不是 為他量身訂做的呢 好 有淑慧的質疑是 難道超私在3月13跟3月14 取得巴西的官方證明 再送到農委會申請核准嗎 而農委會你最後也決定採購嗎 好 因此呢 質疑的是超私在參加說明會之前 早就知道你農委會跟中央續產會 要做什麼 要準備什麼資料了 好 另外呢 巧新的質疑呢 則是提到了 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 6月29號的新聞稿哦 日本就是因為巴西有情流感的關係 所以禁止巴西的情類相關產品輸入 好 但是呢 我國政府的處理速度慢半拍 也是不是就是應該在等待超私吧 把這個蛋裝載進口呢 好 另外呢 現在大家有在質疑的是 日本已經不要巴西的蛋了 但是最後難道是送到台灣來嗎 好 針對這個部分呢 農業部的說法是 農業部在6月28號公告 巴西自高病原性的情流感 非疫區除名 絕對沒有延遲這件事情 超私的解釋是呢 他們所引進蛋的兩家農場 其實都沒有發生疫情哦 而且特別特別強調 最後的一批蛋是5月份下旬生產的 5月底就離港了 好 跟之後5月28號所爆 5月23號所爆發的情流感疫情 是沒有關聯的 當初呢 他們只知道全力來尋找蛋緣 希望能夠解決台灣的蛋荒 好 但是沒有想到最後 找到最多蛋緣 現在反而是成為眾矢之地了 好 當然就算農業部有解釋 就算超私公司也有做回應 但是大家質疑的聲浪還是蠻多的 尤其是呢 大家攤開這個數字一看就覺得不得了了 政府您知道嗎 大撒幣買了一顆要32塊錢的黃金蛋 而且呢 這個價錢還不是最驚人的 如果把這個農業部的進口資料攤開啊 一顆澳洲的進口蛋 倒案的價格如果再加上政府吸收的32塊錢 好 算一算 這一顆蛋竟然要56元耶 超私算有發了聲明強調 能夠找到貨源是他們自己有本事 好 但是名嘴炮轟了 這個生意可以叫做一本一粒 好 到底是買雞蛋還是買核蛋呢 中國鬧蛋荒 政府到底撒多少錢買蛋 探開進口資料赫然發現 32塊的澳洲黃金蛋根本不是最嚇人 澳洲進口蛋光是倒案價格 就已經突破24塊錢 再加上政府吸收最高32元的補助 換句話說 一顆蛋就要來到56塊錢 網友大吃一斤 大媽你政府直接給我100塊 我可以憋兩天不吃蛋 拿人民公堂解決蛋荒 其中資本額50萬的超私 到底憑什麼進口近9000萬顆蛋 藍君嗆為什麼政府合約不敢拿出來 請問一下政府的錢花到哪裡去 為什麼包含這個疫苗合約也一樣 雞蛋採購合約一樣 蔡英文的論文一樣的要封存那麼久 超私50萬的資本額 老闆娘還只投資1000元 就能做上億元的生意 超私發聲明表示 股東都是家族成員 沒有外人 還說能短時間巡迴敲定蛋元 是貿易商各憑本事 遭到誤解工審 很痛心 農業部還狂誇讚 超私特別有能力 讓各界聽不下去 買個雞蛋而已 好像很難這樣 我是買雞蛋不是買核蛋欸 什麼能力 各位 這個他們這個家族啊 真的是很有能力 1000塊的資本 什麼能力 雞蛋欸 他們有 報關進口的能力 誰沒有報關進口的能力 你不要說雞蛋啦 你有錢 核蛋我都幫你買回來 拿1000塊的錢 做6億的生意 誰比你厲害 人家一本萬利 你這個是一本毅利 你是一本毅利 6億啦 1000塊我6億啦 超私強調自己民國63年時 約半世紀錢是淡上大盤 若你真的如此厲害 為何超私去年9月才成立 而且近期查不到進口績效 這個超私一人公司 他也拿不出實際的採購時機 把所有的資料交出來 你資料公布了 你錢會在哪個戶頭 我們都可以查 這個金流誰領出來的 啊錢咧 錢在哪裡 這一間超私是怎麼做的 他們為什麼不敢公布 一公布就有金流 一金流就死了 我可以追這條錢啊 超私說自己有本事 政府誇超私有能力 自己投資1000元 家族集體湊個50萬 就能做上億的生意 很多人都想學這樣的 本事和能力 記者張宥慈王志恒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好 這個雞蛋的問題 也意外引爆了 雙輸之間的戰爭 這個是許巧欣他踢爆了 超私從巴斯進 巴西進口雞蛋 綠霉素超標是有致癌危機的 但是呢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說了 沒有想到一顆雞蛋啊 他就看到了笨蛋 壞蛋 傻蛋 而且還開酸 應該叫許巧欣 逐科工程師 好 但是呢 許巧欣也立刻回嗆了 他說對於這位好姐妹很失望 因為選情告急就向黨藝低頭 還現場高歌唱了孤勇者 說是要送給高嘉瑜 希望他不要再向黨藝低頭了 不過高嘉瑜也立刻反駁 他說你不要跟我套交情 痛批許巧欣 不要一竿子打翻了一船蛋 雙叔兩個人現在隔空交貨 當場唱起流行歌 孤勇者中一小段 進口蛋爭議 演變成兩個女人的戰爭 幾天前許巧欣針對超私進口的 巴西蛋被抽查 檢出含有致癌物質 發文批評 提到超私進口的八千多萬顆雞蛋 會不會有沒有抽菸到 但是還有殘留的 這句話被高嘉瑜拿放大鏡檢視 如果許巧欣能夠做到竹科檢驗的話 那我認為許巧欣可以成立個竹科雞蛋園區 他可以當竹科工程師 我所說的沒有竹科檢驗 是在形容一個事實 因為雞蛋當然沒有辦法竹科檢驗 高嘉瑜不管昔日姐妹情神之大酸 許巧欣主張竹科驗蛋 這種天才般的點子到底是笨蛋還是壞蛋 感覺心裡五味雜誠非常的複雜 因為這個高委員 過去也算是我的好姐妹了 但是竟然把我沒有說過的話 塞到我的嘴巴裡面 我覺得現在不是一個套交情的時候 也就是說因為關於這個蛋的民生物資 我想對國人來講都非常的重視 對我們也是一樣 但是不要製造民眾的恐慌 許巧欣唱起對方的拿首歌 目的是要提醒高嘉瑜 別忘記不畏懼黨內壓力 只不過高嘉瑜最近民調不理想 也讓許巧欣很酸 是被對手無心帶逼急了 只能向神律低頭才不敢說真話 嘉瑜回來吧 勿忘初衷 不要相信黨藝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都是任何一個民意代表該做的 該查證的 該把關的 所以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蛋 藍綠雙書隔空交貨 誰也不讓誰 農業部進口蛋爭議 還沒解釋清楚 反倒口水戰先模糊焦點 這場資源帶去台北採訪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